作为黑衣剑士的继承者 这个男人同样单杀死亡游戏 但他却没能回到现实世界 反而穿越到了游戏中的500年后 身上的道具全都成了稀有古董 他也变成整个世界的元老级人物 这款名叫新之门的游戏 别称刀剑之门 本来只是个普通的VR游戏 某天却又被抠掉了登出剑 只要在游戏中死去 现实中也会死亡 于是我们的男主 也继承了老前辈同人的一波 作为黑衣剑士文明于玩家之中 在去打最终boss之前 男主败别了追随的手下们 独自一人来到了首领之间 距离解放所有玩家只剩一步之遥 即使再艰难 男主也要支撑下去 一番苦战后 对方终于只剩死血 眼看元初守门人还想继续回复 男主掏出了月光大宝剑 将其一刀斩杀 打倒boss他获得了多个称号 也解放了所有被困住的游戏玩家 男主打开好友列表 眼看着大家的名字一个个消失 最后终于只剩他一个 总算能按下久违的登出 可按下之后他才发现 依然没能成功出去 身后的门飞发出刺眼的光芒 等他再醒来时 身上依然是游戏中的黑衣 尽管天空碧蓝如洗 男主还是一脸猛逼 说好的通关就能回到现实呢 眼前这个世界不像现实 可也不像游戏 游戏的触感怎会这么发达 但游戏系统依然还在 打完怪的称号和能力值也保留在内 男主再次尝试登出 可案件又消失了 好友界面也显示网络连接失败 男主彻底想不明白 莫非他又穿越到了异世界 无论怎样还是要先了解现状 还好之前的道具还能继续使用 男主决定开个导航 先回过去的据点看看情况 但在他奔跑的一路上 发现附近的景色与曾经大不相同 这里什么时候建立了城镇 但还好他怀念的家还在 一日不见如隔三丘 不过前面却聚了一群陌生人 几个混混正试图对精灵美少女图谋不轨 结果他们刚走出房子范围 就有只魔物过来袭击 那几个混混又瞬间耸了 丢下妹子就跑 还好恰巧被男主赶上 他也趁机试了试着世界的打击感 果然逼真的不像个游戏 精灵妹子赶紧把救命恩人请进屋 不过对男主来说这算回老家 现在这个地方叫做月之祠 蓝发的妹子叫做蒂尔娜 刚才那帮人其实是来找他师父的 于是蒂尔娜询问男主是否也是 一听说他的师父是舒尼 这当然是男主的老熟人 他之前的辅助高阶精灵 但是看他热络的态度 蒂尔娜却不能完全相信 毕竟自称他师父熟人 套进虎的人实在太多 不过只需要付一点钱 他倒是可以帮忙传话 这也算他勘店的日常工作之一 提到付钱 男主就从他的道具栏里拿出没金币 结果这一看可把蒂尔娜吓坏了 首先他竟然有道具栏 其次为什么他要拿古董出来 这种金币可以作为魔法增幅道具 价值不可估量 男主汗流加倍 可这不是当年游戏的最小面质货币吗 他只能解释自己是个普通冒险者 种族是高阶人类 蒂尔娜再次震撼 可高阶人类早就灭绝了 现在剩的都是刚才那些小混混 也就是普通人类 在他所知的历史中 高阶人类只出现过六人 但也都在五百年前下落不明 这么一推理男主猜稿明白 原来他是穿越到了游戏世界的五百年后 之前那次人类大规模消失事件 历史上被称为荣华的落日 只有男主知道真相 不就是他通关之后大家都登出了吗 结果只剩他沦落到现在的时间 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很重要 于是他直接把金币送给蒂尔娜当谢礼 刚见面就送上百亿给美少女 少年是真的大气 蒂尔娜蠢蠢欲动 但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眼看男主是认真的 他开心地拿起金币端向起来 蒂尔娜还是第一次拿到实物 这个金币真是又大又白 反正金币也能当魔法增幅道具 正好金灵也能派上用场 蒂尔娜文言一愣 他居然能看穿师父的幻影魔法 明明他特意改变过外观 毕竟他的蓝发是被诅咒的不祥象象征 总会吸引怪物来袭 因此被村里放逐 要不是被师父出手拯救 还帮他在门口设下结解 他肯定早就会没命 男主回想起刚才的场景 怪不得他那么抵触出门 这一百年间他都被破宅在店里 只要他出门一步就会立刻遇到危险 男主听着觉得可怜 就没有解除诅咒的方法吗 要是有他肯定会去尝试 但蒂尔娜其实已经满足于现状 像他这样不祥的存在 只是安稳地活下去已经很不容易 不能再有更多奢求 男主还是想尽量帮上忙 于是询问了更详细的情况 得知他原本的发色是银色 是某天被诅咒后才突然发生了变化 男主回想着类似的情况 一下就有了头绪 他打开面板找到分析技能使用 当然蒂尔娜完全看不见系统 女孩身边果然显示出一个诅咒buff 而这个诅咒状态 男主可以通过进化来解除 结果他只是轻轻抬手 就解决了困扰蒂尔娜百年的诅咒 虽然因为被诅咒时间过长 他的银发已经只能恢复一点 但蒂尔娜做梦都没想到 有生之年还能再看见原本的发色 已经完全知足 看到他喜极而泣的模样 男主提议带他出门 如果不再被魔物袭击 从此也就可以安心了 蒂尔娜还有些胆怯 但男主给他壮胆 就算有怪物袭击 他也肯定会保护他不受伤害 终于踏出了勇气的一步 什么意外都没有发生 迎着百年未见的微风与阳光 女孩再次望着天空流下眼泪 她都已经快要忘记了 世界原来是如此宽广 男主真的给他带来了莫大的救赎 蒂尔娜也希望可以帮上他的忙 男主想了想之后的计划 大概就是去四处看看 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 蒂尔娜为他写了月之词的介绍信 有了他 就可以直接通过 隔壁王国的入境审查 此时的男主还不知道这东西的分量 不过即使如此 蒂尔娜还是觉得远远还不上男主的恩情 他之后也会向师父传话 一旦师父回来就立刻通知他 男主就此继续上路 来到了刚才路过的城墙边 此时他才知道 这介绍信是真的牛逼 不但可以走王国的VAP入境通道 甚至连觐见国王都不用预约 之后他来到冒险者公会 毕竟这里很适合收集情报 前台赵莉是个美丽的小姐姐 听说男主想注册身份 就推荐他上二楼办理 男主一言照做 结果一上楼差点以为鬼打墙 一问才知道 原来两人是双胞胎姐妹 差点以为是什么高技术机器人 顺利的填表办理 但工会卡直到明天才能做好 男主百无聊赖的坐在大厅 趁机观察了冒险者们的现状 发现500年后的装备 比玩家当年还差 这时前台姐姐来给他送餐 还穿着诱惑的漏肩女扑装 而且他居然在对面坐了下来 搭话也一言不发 只是盯得男主如座针毡 他最后还是忍不住提问 想知道他手里的介绍信是不是真的 原来是为了这事 男主表示没问题 但不会突然杀出什么大人物 藏在房间狠狠盘问他吧 殊不知大人物其实已经在他身后 工会长居然是个怪大叔 不过男主还是乖乖来了 反正他身正不怕影子写 原来工会长也一样有份介绍信 只要两封真正的介绍信放在一起 就会发出共鸣的光芒 确定了是真火 工会长好奇起来 男主是从谁手里拿到的介绍信 他如实相当是蒂尔纳 不过看男主猛逼的样子 工会长就猜蒂尔纳没告诉他 这东西真正的牛逼之处 原来只要有信 几乎所有国家都可以免签入境 各个工会也能畅通无阻 部分国家还可以直接觐见国王 堪称全世界通用的王牌身份证 男主再次大受震撼 现在的阅之词到底是什么地位 但工会长之所以找他来 就是想知道他有没有配得上这身份的实力 毕竟这东西若被有心之人抢夺 肯定就会发生国家级的大事件 男主也听懂了 但他当然对自己的实力很是自信 也必然不会辜负蒂尔纳的信任 那之后工会长测试了一番他的实力 等到他晚上休息时 已经精疲力尽 第二天再次来到工会 男主换了身低调的服装 最低等级的冒险者卡片也已经制作完成 男主当即就开始揭取任务 争取可以早日升级 他拿到的是个采草药的简单任务 但没想到意外的男主 找了三小时也没什么收获 结果草药是没找到 倒是遇到了强大的野怪 地图上的红点和喝多了一样 男主有点好奇发生了什么 于是凑近一看 发现竟然是三百多级的骷髅面骑士 他已经毁掉了一个马车 昨天他在工会里也有听说 最近很多人都受他袭击身亡 那男主当然就要为民出海 拔刀就直接满了上去 这个怪实在有点意思 身为不死系怪物居然拿着光剑 怎么看怎么不协调 难道他是个独特怪物 男主拿起刀连续斩击 还没等把怪打倒 反而是剑的耐久度快要没了 男主决定速战速决 故装了直接限制解除 一招就把骷髅手中的光剑打飞出去 那瞬间怪物也成功被消灭 男主有些遗憾 他还挺喜欢那把光剑的 不过也算测试了自己的实力 拿到怪物掉落的宝玉也算不亏 可他不知道的是 飞出去的光剑正好插进了王宫里 震惊公主一整年 大剑直接飞进王宫之后 公主还以为是对王族的蓄意袭击 赶忙叫大臣调查犯人 但他其实也对这暗处之人很感兴趣 想必一定是个强者 而罪魁祸首男主刚悠哉的回城 正好看到街上几名受伤的人 一旁围观的大哥解释 他们就是遭到骷髅面骑士袭击的幸存者 原来伤亡这么惨重 男主觉得也算是为他们报仇了 不过王宫大剑的消息 也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大家都猜测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文言男主顿时一脸心虚 怎么就那么准直接丢进了王宫 这下可闯祸了 还好没人因此受伤 接着他回到了公会 前台姐姐接待了他 大厅比起之前热闹很多 果然都是因为骷髅面事件 公会特意为此发布了最优先委托 但是男主掏出了掉落的宝玉 表示他已经被自己解决 大家不用再为此困扰了 姐姐大受震撼 踩个草药顺便单杀吧 是吧 这故事就离谱 而男主满脸无辜 不过看到姐姐这么丰富的表情也不愧 此时一个发型危险的绿毛精灵走了出来 他也是公会的同事 听到姐姐说明事情原委 当然也不肯置信 男主表示他确实没办法证明 毕竟讨伐后掉落的物品男主都看不上 所以什么都没拿 要得到骑士级装备可并不容易 男主居然说看不上 不过至少留下了宝玉 里面应该还留存着魔力 男主询问绿毛 北方森林难道很容易出现骷髅面 绿毛解释 不死系魔物是由死者的怨念形成 因为那边总有很多冒险者死于非命 所以也没有办法 但按理来说 确实不该能产生骑士级的骷髅面强者 男主点头 那种359级的可怕家伙果然是独特个体 只要不是量产就好 他是自己放心了 但听到这等级可给梁女吓傻了 赶紧就要请人鉴定宝玉 里面应该能显示讨伐的魔物和等级 看到男主还是一副悠赞模样 绿毛叹了口气 如果鉴定出来他说的都是真话 就证明男主的实力可以一起当千 文言男主才反应过来 希望工会可以为他保密 他可不想过得太高调 接着他就坐在餐厅继续苦等 这回轮到妹妹穿着女服装接待 剧本看起来甚是眼熟 他询问男主是否接受拼桌 他自然是不会介意 但他这个拼桌对象看起来也太不简单 所有人见到他都是静若寒蝉 男主也认出了他手里的魔枪 是传说级的强大武器 两人互相自我介绍 来者看到男主并不怕他 身上装备也还挺不错 所以很感兴趣 男主解释自己是新手冒险者 本人也出身乡下没什么常识 男人一笑 怪不得不认识他吸血鬼威尔海姆 他可是狩猎不死系怪物的好手 男主吐槽为什么会被称为吸血鬼 难道是因为脸色太差 围观的众人都很难崩 当事人也忍不住笑 男主的脑回路真有意思 有这个称号的原因其实就是魔枪 他的能力是吸收 周围人都担心会被他吸走生命力 说着菜也都上来了 两人也不再聊天专心吃饭 隔天男主来到图书馆 总是不懂常识大惊小怪也不好 首先他就找到了建国史 建国时间基本和玩家们登出的时间相同 现今世界的种族也和游戏设定差不多 在他随意翻着书时 工会里却正在紧急开会 他们都得知了骷髅面骑士被讨伐的消息 讨伐者还是个持有介绍性的没常识家伙 鉴定结果已经出来 等级确实是如男主所说 比起震撼他们更想加紧调查 为什么会出现等级像国王级的骑士级魔物 鉴于骷髅面滴主要活动时间在晚上 工会长希望骑士团能加强戒备 骑士团同意了 但希望工会也能提供更详细的情报 比如骷髅面滴特殊装备和讨伐者信息 工会长有些为难 毕竟答应过男主不会透露 而骑士团之所以想知道 是因为听说这次的骷髅面装备与以往不同 难免会让人联想到飞进王宫的大剑 骑士详细描述了那把光属性大剑 属性堪比他们的国宝圣剑 现在发现有人能打倒持有传说及武器的怪物 怎么能让他们不去追问 而且事情还变得有点麻烦 直到夕阳西下 男主也没得到什么更有价值的情报 只能悠闲地撸穿 这是一个胡尔小萝莉盯上了他 虽然主要是为了手里的烤穿 刚一吃到他就喜笑颜开 男主觉得他的打扮不像启事的流浪汉 更像是哪家孩子迷路了 果不其然 还不等男主提议送他回家 家长就来接他了 正好是刚认识的吸血鬼先生 不过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 小姑娘是教会孤儿院的孩子 总喜欢四处乱跑 所以威尔也习惯了出来接他 他没想到女孩会这么亲近男主 平常他都很怕声 临走前女孩还和男主说了悄悄话 回到家男主不由地辗转反侧 特意说给他的理由是什么 但反正也嫌得无聊不如去看看 他坐起身来刚想出门 却突然想到 他其实有个联络舒尼的方法 但投机取巧果然不可取 于是他只能返回月之瓷留了的东西 如果舒尼见了有印象就来和他见一面 蒂尔纳震惊 怎么随手又是把古代集武器 男主表示 这是他亲手打造的舒尼专用武器蒼月 除了是他俩或者其中一方认可的人 否则都无法使用 蒂尔纳望着剑 觉得他身藏着可以吞噬人的强大力量 男主觉得也不无道理 因为蒼月的主要素材用的是一堆魔兽 蒂尔纳一听眼神都死了 男主说的那都是些传说生物 他都已经懒得在惊讶 男主不只是自己没常识 只要在他身边连蒂尔纳也会被带跑 但总之蒂尔纳就摆在这里 是和舒尼之间的相认信物 男主又掏出了单项通知道具 让舒尼看到就发来告诉他一声 昨晚他想起的就是这个 但他本人却没法主动发给舒尼 卡片是可以发给蒂尔纳的 说明道具本身没问题 只是出于某种理由 没法直接寄给舒尼 说不定是因为目前还没见过面 但体会过传信的感觉蒂尔纳有点兴奋 希望男主能多分给他一些 他的梦想是成为魔导师 所以对研究魔法道具很感兴趣 男主顺势表示 正好可以用一摞信纸代替传话匪 男主走后蒂尔纳刚想研究 却突然意识到 反正他俩也不是没见过面 但此刻的男主已经到了北方森林 想着该怎么根据留言舅舅狐狸 这时森林里传来一阵精神冲击 看起来设置了防止外人进入的结界 男主有抗性所以当然没事 反而激起了探查前方事物的好奇 于是他就在全屏离开的语音下勇往之前 在结界中心见到了一间古旧的神社 当他走过鸟居的一瞬间 似乎听到了什么碎裂的声音 等他打开门进入 发现屋里躺着一只蜷缩的小白狐 看来这就是任务目标 他同时中了毒和诅咒 怪不得让他来救一下 男主赶紧故技重施来了个进化魔法 奄奄一息的小狐狸立刻睁开了双眼 随即系统地图却弹出提示 一群不死军团正在靠近 男主却勾起微笑 之前都杀过骷髅精英怪了 区区一帮小怪更是不足为据 你们已经被我一个人包围 基本就把杂兵清干净了 地图上还剩下两个敌方红点 看位置难道是门口的雕像 接着两个石像就应声而碎 从里面膨胀出一对红蓝的巨大魔物 等级674的侵略魔像 感觉你们这游戏真的不对劲 等级膨胀就好像不要浅 但男主只觉得 更不能放他们出去 祸害民众造成灾害 下一秒他就召唤出影子束缚 希望能操控住两只的行动 他们的四肢暂时是不能动 但却纷纷在口中喷出了黑色瘴气 又爱男主眼又让小狐狸浑身难受 男主想着速战速绝时 魔物却突然从黑暗中扑来偷袭 其实男主只要解放力量 对付这种小伎俩倒是很轻松 但他现在需要顾虑小狐狸的身体情况 这时小狐狸只向另一边 那里透出了些许亮光 正是他之前待着的魔法阵 法阵在雾中间仿佛一盏明灯 只需要站在里面 对方的动向就都看得一清二楚 男主感谢小狐狸的帮助 不再客气直接出手 在魔像被讨伐后 瘴气也自然全部散去 小狐狸也算成功营救 等男主第一次注意白狐面板 却发现他本身就是个 211级的精灵狐大王 总算轮到男主惊讶一回 精灵狐就算在原游戏里面 也是最高级的怪物 不但稀有而且出现 就是人形或巨兽 怎么会出现幼崽 但他看起来真的很黏男主 想要和他一起走 一下就跃上他的脑袋趴窝 男主觉得这世界 越来越扑朔迷离 和原本的游戏大不一样 但说不定其中 会有返回现实的线索 他决定去找之前的 胡尔娘确认一下 此时的舒尼也收到了 徒弟的传信 他还奇怪 第二纳怎么会有魔法道具 但一看内容 他立刻就不淡定了 是他的主人回来了 总算收复了小精灵狐 不过他的身份暴露 就会很麻烦 男主决定尝试签订契约 毕竟只要缔结搭档关系 他的等级和种族 就都可以隐藏 也没人能再把他们分开 听到男主还胆敢和他分开 精灵狐疯狂扑腾 男主会议 看来是同意契约了 他面对面念动了咒语 两人的手臂上 浮现出相同的文章 从此这就是他的小狐狸了 男主最决定 给他起名叫右页 这是男主收到了新消息 是蒂尔纳的回信 一看他能直接传信给舒尼 男主也觉得自己疏忽了 看来联络很是顺利 现在就去公会汇报情况吧 之前遇到的大堆骷髅面 也是个问题 结果到了前台 两姐妹却为谁来接待他争执起来 男主被夹在中间汗流加倍 总算是汇报完成 他赶紧就想逃离这是非之地 不过临走前还可以再接个委托 右夜对其中一个任务有了反应 男主定睛一看 发现是给技能继承者的 无级别委托书 委托人是教会的孤儿院 想到之前的胡尔娘米丽也在孤儿院 男主决定正好顺便去会会他 来到圣洁的教堂 修女向他搭话 难道他是看到了委托书而来 男主确实是来听取委托内容 顺便想再见一下米丽 修女文言露出了一丝警惕 但还是带着他走进了深处 很快米丽就被领了过来 看到他轻易地扑向男主 修女也总算放下心来 看来男主并没有在撒谎 毕竟米丽其实是个怕生的女孩 突然来个外人自称和米丽亲近 一开始他是不幸的 男主迅速切入了正体 他想问问米丽就狐狸的事 他望着精灵狐连连点头 果然他之前是在为幼夜求助 两个小孩子也正式地互相行礼 这件事情解决 男主继续询问孤儿院的委托 在现在的世界上 技能拥有者似乎非常少见 已经与游戏时期截然不同 修女说出了真实意图 他们正在寻找进化技能的持有者 并希望对方能传授给他们 本来修女对此并不抱多大希望 可男主却轻描淡写地说道 进化确实有点麻烦 这个口气就好像他知道该怎么做 当然男主是真的知道 而且不吝啬于传授技能 他不需要修女支付报酬 但相对的 他想要知道米粒身上拥有的力量 并且希望修女能提供教会的情报 修女顿时满脸犹豫 但其实男主只是为了收集更多信息 希望通过教会来更了解这个世界 这时米粒打破了紧张的气氛 他让修女不必担心 因为他可以看出男主没问题 于是修女决定相信米粒 但即使说是用情报交换 外行人的他也不知道该提供什么 男主觉得什么都可以 来教会的人有异常时再探查也不迟 刚才的条件里 他主要是更好奇米粒的力量 原来他的能力是占星者 可以看到很多常人看不见之物 并且直到今天也从未出过错 说白了就是预言家 而男主就是他认可的精水好人 他的能力很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 所以修女才会对男主多有防备 不过吸血鬼威尔和米粒关系很好 一般情况下也会守护孩子们 既然委托谈妥 男主当场就想要传授净化魔法 不过修女却表示要学的不是他 而是这里以前神父的孙女 他将会世袭位置继承教会 男主觉得此事还有内情 至今也没明白为何他们急需进化 抱着小狐狸来到孤儿院 孩子们都满脸兴奋地围上来揉揉捏捏 只有米粒和男主坐在一旁 好像被小姑娘嘲笑了不受欢迎 男主莫名感到了深受挫败 不过米粒自己也没上去和孩子们一起玩 因为他有预感自己抢不过 比起去人群里抢着玩幼夜 他施展出了更可怕的诱惑功力 直接让小狐狸主动跑进他怀里 这不就能兵不血刃的独占毛茸茸 原来是不战而胜的智慧 看到孩子们都望着这边 男主向他们打得了招呼 却吓得他们一哄而散 一个稍大的女孩上前询问 男主是否是来帮他们的人 因为这里很可能快要关门 现在的教会里没有神官 所以就需要其他人来继承 如果能拥有特别的进化技能 就能顺利地继承教会 可现在的那个准神官 居然发话要拆掉孤儿院 所以他们都希望过去神官的孙女 能去争一争 男主把事件串联起来 总算有些波云渐日 现在的这个男神官 让他们所有人都觉得很讨厌 堪称一只见钱眼开的猪 米丽觉得只要有男主就万事无忧 女孩文言也信心倍增 毕竟米丽日常说的话从来都很准 男主奖励她一般上手摸摸头 修女从房间中走出 却发现男主赫然成为了孩童之友 所有人都趴在她身上进入梦乡 亲和力确实非同一般 男主总算见到了传说中的关系户 他的耳朵看起来像是羽毛 而且刚开口说话就会咬舌头 虽然看起来很不靠谱 但男主还是要履行委托 虽然他保证会尽职尽责的师父领进门 但最后能不能学会还是修行看个人 开始之前男主先行询问 哪里会出现大量刀等不死性魔物 听说是亡灵平原 这时吸血鬼威尔也从门口出现 原来就是男主接下了委托 不过最近他出现的次数过于频繁 威尔也不禁怀疑男主别有目的 他也只好接受 男主再次承诺他没什么坏心眼 威尔却直接拿起武器威胁起来 就算男主想干什么也无所谓 他手里的魔枪会给出答案 不过看他突然这样 其他人立刻都站在男主这边抨击他 搞得他只好放下 不过他也想旁听进化的学习方法 于是男主开始正式讲解 进化需要使用道具祈祷圣域 打倒200只等级150以上的不死戏怪物 鉴于只要补最后一刀就能进入击杀 所以只要让男主同行打到死血 再有小修女拉西亚补刀解决就好 所有人都一脸猛逼 只有男主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没问题 教会众人也总算见识了男主的没常识 总是会若无其事地说出很牛逼的话 无形装逼最为致命 但如果他说的都能成真那可太强了 任务的主角拉西亚文言下了军令状 保证完成任务 威尔也表示想一起跟去见识 不过他其实只是还不能完全放下心 毕竟这要牛逼的男主 却是个默默无闻的行人 谁看了谁都会觉得奇怪 一散场他就又找上了男主 他怀疑男主的真身是选定者 但男主毫不知情 根本不知道这是个什么 选定者其实就是天之骄子神之宠 男主好奇会不会包括前世的记忆 但这个反而把威尔问猛了 前世记忆好像还是太抽象了 男主本来以为那是转生系统 但细想也有很多对不上之处 现在的高等人类已经灭亡 而且游戏内体验过的转生 也不是变成婴儿天生开挂 威尔见他很难启齿便没再追问 只让他别把选定者的事到处乱说 这也不是个很常见的情报 男主觉得威尔其实很有反差萌 看着暴躁但其实很温柔 实际上他也不是想故意吓人 被人畏惧都是他人自顾自的态度 比起吸血鬼他更像孤儿院英雄 实际上要不是那个现任准神官 他也不至于这么多管闲事 但他就是看不惯让孩子们哭的人 根本是个教科书式的傲娇好人 男主忍不住笑出声来 但和谐的气氛却被回信打断 而且舒尼缠着他问了好多问题 他越来越好奇男主和师父的关系 威尔看不到系统弹窗 只能看到男主在空气里滑来滑去 结果两人一靠近 身上的月之词介绍信就又发起共鸣 兄弟之间的信任也更加深了 三人一起来到亡灵平原 男主将道具交给拉西亚 他一紧张更是连一句话都说不全 不死戏怪物很快出现 但与女孩的如临大敌不同 男主只是随手一挥就把他们禁锢住 对于不死戏怪物 回复魔法就相当于攻击 很快新一波再次来袭 这次威尔冲了上去 两人联手开始给怪空穴 拉西亚只负责最后师长回复 很快几人来到结界前 里面的怪物水准可不一般 但为了进化还是要继续前进 男主的系统对敌人一览无余 三人还是像之前一样分头合作 越来越多的经验值被拉西亚收入囊中 不过男主相对来说比较温柔 而威尔带回来的怪物则能知晓而剔哭 非常巧合的是 此时的公主也正在亡灵平原讨伐怪物 手里拿着的正是男主扔出去的光鼠性大剑 而跟着他的女孩正是舒尼 公主想请他去增援突击队 原来这就是他口中的任务 与陷入苦战的士兵们不同 舒尼只是刚刚进入战局 便将怪物秒速解决 不愧是男主曾经的侍从 舒尼一招便把受伤的人员治愈 这一个月亡灵平原频频传出情况 总有异常的不死系怪物出没 如果不是舒尼出手相助 恐怕这一次他们也只能无功而返 现在怪物已经被讨伐殆尽 希望异常情况能够就此停止 舒尼礼貌道别 便迫不及待地想去寻找男主 距离他们上次见面 可是已经过了几百年 男主这边还在和威尔联手帮小修女练剂 眼看达到了条件 拉西亚的身上浮现出光芒 那是成功学会新技能的光效 女孩一时呆住 这还是她初次体验 知识直接灌进脑中的感觉 从此她就能使用净化 孤儿院也可以就此保住 事情也办完了 男主几人刚想修整回城 空中却突然出现了异响 只有拉西亚还在愣愣地觉得好美 但那其实是让不死系怪物活动的魔素 恐怕是要吸收平原上的怪物 合体成一个更大的 话音还未落就一语成衬 这下拉西亚总算不觉得漂亮 眼前这804级的巨型骷髅面领主 只能称之为恐怖 可能一脚踩碎一个国家都不是问题 虽然外界有着封印保护 但谁也不知道这个怪物能否突破 他们要不还是别说话了 说一句应验一句 领主一头就把结界撞碎 女孩无力地栽倒在地 当场吸引了骷髅领主的注意 还能动得两个男人拽起他就跑 可是领主居然还会召唤技能 一时间骷髅小兵将三人团团围住 根本无处可逃 关键时刻还是得靠男主 一句限制解除 威尔才彻底明白 原来男主是他根本无法企及的存在 不再隐藏实力的男主十分可靠 他会在这里直面对手 让威尔两人赶紧回去报信 还特意给他们上了一个加速buff 男主本想把右叶也托付出去 可小狐狸死活不走 看他这么护住 男主也只能由他去 只要能护住头顶也没什么问题 他从掌心发射出两道光波 剩下的战场就交给男主 结果率先出手的并不是他 而是头上的小狐狸 一片狐火就成功给他开路 可领主的召唤似乎永无止境 吼一次就又是一层包围圈 男主决定放个绝招全部解决 一时间红光四起 这么大的阵仗 当然吸引了空中的舒尼 让他想去一探究竟 可惜虽然又打出了个缺口 但他的地图已经被敌方单位淹没 男主忍不住思念起舒尼的帮忙 可没想到下一秒 一个蓝方单位就直冲他而来 所到之处还所向披靡 男主还并不知道那是舒尼 但依然义无反顾地会合而去 走到一片花海 五百年未见的一队友情人终于在雨 两人刚想开始感动 骷髅兵就不看气氛地朝这边赶来 CP头子又也不能忍 直接展开一出情意绵绵结界 舒尼早就看不见周围的一切 一下就朝男主扑来 这么久没见 难道男主就没话想说 他刚想为不辞而别道歉 就被狠狠勒紧 那难道是感谢舒尼帮忙看店 可惜还是不对 久别重逢之后的在雨 果然还是要说一句我回来了 舒尼还以为此生再也不能见到男主 现在还依然觉得像一场梦 男主其实也这样想 能再次相见简直就像一场奇迹 可又夜却顶不住了 他们还是得打完再聊 要知道打扰人甜蜜蜜天打雷劈 骷髅们即将迎接的 是久违的夫妻混合双打 随着两人的咒语念动 一发圣誉魔法放出 几方成员会得到治愈 骷髅小兵则是全被消灭 而灵主也遭到重创 男主在提剑而上 愤怒地一击劈下 骷髅领主最后进口吐人言 似乎想要什么力量 男主还想再听几句 他却什么也说不出 舒尼敢来关心他 但男主当然什么事都没有 还总觉得错过了什么线索 但是到如今也没有办法 男主捡起了掉落模式 现在碍事的家伙也退场了 他俩总算能好好聊一聊 找了个好地方 男主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 他并没有离开 或者销声匿迹500年 而是由于BUFF房间的那扇门 从游戏时期直接穿越到了现在 舒尼终于知道了缘由 也开始说起他的故事 自从男主通关 所有的游戏玩家都开始消失 本来玩家消失 他们创建的NPC数据也该被删除 可他们却依然保留意识 因此也开始四处找寻消失的主人 由于地壳变动 大陆一片混乱 男主的队伍成员也逐渐失散 而舒尼就回到了他们曾经的家 这也和男主的调查结果一致 但还是有些在意的是 在那之前 他希望舒尼可以改一改 对他主人的叫法 这也是升级关系的必要一环 从此舒尼就开始尝试直呼其名 虽然是自己的要求 但被可爱女孩出次叫名字的 每个男主基本上都受不住 暧昧的气氛在二人周身流动 与舒尼会合 也让男主安心许多 之后他想亲自去圣地找一趟 舒尼也曾对其进行过简单调查 但不确定中心地带是什么样 舒尼知道他是想去查找 回去现实世界的方法 一旦查到 这次恐怕就是他与这个世界的真正分离 即使知道这个答案很残酷 但男主还是只能这样选择 舒尼也并不意外 男主询问他 还记得多少游戏时期的事 但没想到他竟然全部记得 在舒尼的印象中 他是与男主共同降临至游戏之中 但他本人的自主意识逐渐清晰 是在新之门这款游戏 真正成为死亡游戏开始 在那之前的事他也有记忆 却都像是在看影片 而那之后他就拥有了自我 所以在男主通关之前 他手下的所有伙伴其实都早就知道 男主打通后他们就会消失 即使如此却依然支持他 伙伴们都是希望 男主能心无旁骛地回到现实世界 所以才会什么都不说 不过那时的他们 其实也还无法完全自主行动 所以想说也没法说 男主还是觉得对他们太过残忍 舒尼觉得他个性别扭 但他其实最为了解男主 即使当时就知道真相 他也依然会选择战斗 毕竟他还和其他人有个约定 日出的光辉从天边闪耀 舒尼主动结束了沉重的话题 好不容易久别重逢 应该赶紧回家庆祝一下才是 而且他也好奇了半天 这只助攻小狐狸是什么情况 男主解释 这是他签了搭档契约的精灵狐佑叶 不过舒尼却并不意外 毕竟他的三条尾巴一看就不是凡物 男主其实并没发现 听他这么一说才刚刚察觉 佑叶成长得实在好快 甚至已经进化到能口吐人言 自从打败了骷髅领主 佑叶的小脑瓜就清醒了很多 话说回来 一开始营救佑叶时 包围他的也是一群骷髅面 虽然不知二者有什么关系 但更重要的还是 佑叶得在人前言好不能讲话 尾巴也得全藏起来 不然男主又得开始瞎掰理由解释 舒尼看着柔软的小狐狸 忍不住想要上手感受下触感 两个小白毛开始贴贴 男主居然可以驯服精灵狐 这让舒尼有些意外 但想想是男主 却又觉得能坦然接受 反正男主一直就是这种个性 无形之间就能装逼 聊了这么久 男主才终于想起来 他的另两个同伴 还在回去报信的路上 可是怪物已经解决 别又引起什么轩然大波 之后还要他找理由搪塞 得赶紧追上他们 全力赶路让他们隐瞒 即使有可能会产生麻烦 他也并不后悔先和舒尼聊天 毕竟昨晚女孩那可爱的眼神 让他根本就顶不住 他俩是悠哉悠哉地聊了一晚 可威尔还背着拉西亚在大力逃窜 他俩还有点担心男主 殊不知男主两人正在准备天降正义 两人察觉气息 还以为领主这么快就追了上岸 男主也已经凶多吉少 可却看到俊男靓女从天而降 再次刷新了他们的三观 晚了一不赶来的公主一行人 此刻正在面面相去 男主最后只留下了地上的裂口 砍完BOSS就深藏功与名 他们都见识到了那招合体技圣域 可却没看到发出攻击的究竟是谁 裂口之前还留下了男主弄坏的武器 手下仔细观察了刀柄 发现上面刻着损鸟的标志 而会将它刻在刀上 武器效果还真要牛逼的铁匠 只能是高阶人类中锻造记忆登峰造极的传奇人物 人称黑之铁匠